不得不说最近的DIY市场相比此前确实是好转了许多 除了显卡降价不算明朗外 诸如主板、内存、硬盘等等都大致趋于了稳定 而借此机会不少厂商也相继推出了自家的全息新品 所以接下来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 这次又有哪些新品是大家买不起但看得起的呢 首先是整机方面 作为酝酿已久的mini PC主机 AMD的S500加总算是被苏妈给解了出来 据悉此款主机是AMD与Mod5Fox合作开发 采用了Zen3架构中最顶级的APU R95900HX 新为8核心16线程设计 主频高达4.67Hz 除此之外 S500加最高可配置32GB的DDR4-3200内存 以及4266小Hz的LPDDR4内存 并有两个ML插槽 以及一个2.5英寸的硬盘位 另外其还支持DP1.4和HDMR2.0的视频输出 WiFi6蓝牙5.0等技术 但比较意外的是 AMD为其配备了两个网线接口 至于实际作用就不得而知了 而在价格方面 目前官方还并未公布 但按照AMD的传统来看 应该不会很高 然后是主板方面 知名的板卡大厂威星 于近日公布了旗下最新的两款X570S系列主板 分别是Meg X570S战斧导弹 Tomahawk Max Wi-Fi 和Meg X570S鱼雷 Torbit Max 成为X570S战斧导弹主板和前代产品一样 拥有两条M2插槽散热片 支持WiFi6 DDR4内存加速引擎等 但其却升级了12项数字PWM IC供电方案 以及Ideal Boost 5音频 而为了减少灰尘和噪音 主板也移除了散热风扇 之于Mac X570S鱼雷主板 则采用了独特的海蓝色配色 但同样也是12项数字PWM IC供电 板载了2.5G有线网络 以及配置了两条PCIe Gen 4x16插槽 而X570S系列也将可能是 微星AM4平台的最后一款芯片组了 毕竟接下来就是刃4的AM5平台了 但目前这两款主板还均为在国内上市 预计会等到下个月才会开放购买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 内存方面 目前雨禅宣布 其下首批DDR5内存Spark系列 将于今年年底正式推出 其主体外观采用了纯白配色 外加明刻图案的方式 而顶部阴影了RGB导光桥 相比目前的DDR4内存 质感提升了不少 在规格参数方面 雨占DDR5内存的基准频率 将从400MHz起步 最高可达7200MHz 单根容量有16GB和32GB 但时序方面还不太清楚 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买得起啊 硬盘方面 三星电子于近日宣布 将推出全球首款PCRE5.0企业级固态 PM1743 其采用了特殊的E3S和E3L形态规格 闪存颗粒有V6TLC 用1TB和2TB版本 其中E3S1TB版本功耗为20-25W 2TB版本为35-40W 而E3L1TB版本最高功耗可达40W 另外其还支持PCRE5.0x4端口 或者是PCRE5.0x2端口 总带宽为16GB每秒 而理论有效带宽可达15.7GB每秒 对比目前顶级的PCRE4.0固态的7000MB每秒 可以说性能直接这翻倍了 目前此款固态暂定于2022年Q2季度发布 而在价格方面 上市支出肯定是比较的昂贵 但不差钱的玩家可以重点留意一下 接下来是机箱方面 目前酷冷至尊旗下的魔方NR200P机箱 迎来的首次升级更新 当然其也是基于ITX迷你机箱设计 有着简洁的外观和不错的进容性 而且也支持2040水冷安装 但此次更新的最大特色 就是额外引用了全新的四种配色 分别为火力鸟粉 加勒比蓝 绿洛城 以及茄子 而从官方宣传图来看 相比经典的黑白配色 这几种配色也确实更加凸显活力 换在家里完全可以充当装饰品 目前根据官方表示 全新配色的产品将于不久之后上市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 最后是外设方面 著名的外设厂商Chair 樱桃 于近日公布了旗下键盘系列 与魔兽世界的联名新品 目前共计包含了 阿尔萨斯 伊利丹怒峰 和希尔瓦纳斯等三款产品 其中阿尔萨斯和伊利丹怒峰属于G80系列 而希尔瓦纳斯则属于MX8.0系列 但它们都为87件设计 拥有黑青茶红四种轴体 而键帽也均用PVT材质打造 至于外观方面 由于每款产品都有着不同的主题 所以每个键盘都是独特特色的 比如伊利丹怒峰的方向键 就使用了恶魔纹身元素 而希尔瓦纳斯的空格键 则是有魔术世界的英文logo等等 整体观感十分炫酷 而目前此系列的键盘 已经上架于各大电商平台 售价1389元起 对此感性体的玩家 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了以上就是 本期产品资讯的全部内容了 会让哪款产品 比较符合你的胃口呢 欢迎在评论区后 打不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 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转发 打赏转座